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 深陷论文风波 而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 表示说相信林志坚没有抄袭 但是有绿营立委在内部的群组发难 认为说这是在敷衍人民 还说跟台大对抗根本是火上加油 而被台大撤销学位之后 林志坚今天再次的出面 强调会捍卫自己人格清白 那么昨天下午 他也现身中华大学的学伦会 为自己另外一本论文辩护 也曝光了学伦会的整个审查过程 我一定会对于我个人的这个人格 还有清白去做捍卫 林志坚再出面誓言捍卫清白 不过现在学位保卫战 台大的战时没能守住 林志坚回房中华大学硕士学位 周三下午现身学伦会 为自己辩护过程也曝光 审查的过程当中 我是有一些讶异 有的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 其中的一位委员 时序上他是有不同的意见 林志坚也列出时序 一再重申没抄袭 似乎也认为有些审查委员有刁难 有委员还甚至于会提说 你这个论文的这个地方是写错的 学文会的目的是说 有没有抄袭 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蔡总统 也首度表态 相信林志坚没抄袭 总统是表达一个态度 并没有所谓的下令 那我们大概都是站在同志的立场 我们先相信同志 党中央挺肩态度明确 但党团内部群组却炸了锅 律委质疑大家要把这件事胡隆过去吗 如果跟台大对着干 那才真是火上加油 谁把这个讨论的把它传出去 我觉得他要自我检讨一下 我们不可以让私德私能的人来毁掉民进党 原本也想选桃园的前绿委话说得更直接 自家人都觉得很难自圆其说 我们绝对没有要和台大来对抗 我也相当错愕 这么大的动作 这么快的时间 做出这样的一个审定 论文案也确实冲击选情 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民调 林志坚要参选的桃园市有六成二的市民认为他该退选负责 政治风暴已经成形 负面选举作为一个选举的主轴和基调 我们不认同 并且我也觉得不会得逞 热营中央定调挺肩 党内同志挺不挺的下去 目前还有许多不同声音 接下来林晨杰黄伟才 吕西美肖瑞神台北报道